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修行正道实路 主诸先佛为天上圣母妈祖 天上圣母将 第十三回 听经所理行菩萨 诗曰 修行最怕功高薪 大道真全起物身 既望有情诸善众 原名智慧浊而真 圣是 修行也者 一在智慧 二在不断 三在明理 而不论其轻重因素与条件 心意甚为重要 换言之 修行成败 与修行甚为关键 可以 著书 贤生灵神出窍 弟子参寇恩师圣驾 贤生无需多礼 无等出发吧 是 紧随恩师不出堂外 是才功灵恩师开示修道者 修心 弟子甚有同感 在三十余年来 弟子置身 鸾门道场 不论修行之人 或者在家之人 圣凡坚固 或者专精道业之人 其心念确切 左右其修行成败 耶 恩师啊 您怎么带弟子往大海来 啊 不好了 恩师啊 您要下龙宫找龙王吗 贤生勿慌 无会助一臂之力 咦 不对 您要下地府 龙宫在海床上 您怎么往海床下大礁岩层直钻进去 恩师啊 您有没有弄错 我们是著作修行正道实路 怎会往地府去呢 啊 不好 黄泉路上好历烈的钢峰 哈哈 贤生老了 以前下地府不怕钢峰 怎的现在怕了起来 不公平 以前著书都有先家宝误护着 您却用走的 而且一生不想往大海里钻 还钻去地府来 弟子吓了一跳 这样说来 倒是无错了 没有先通知贤生 不是 不是 弟子也不敢怪您 只是想不到著书会下地府 正道不是都上天吗 莫不成要访谈阎罗王及文武判官们 错了 无要带贤生访谈一位大师 论起他的修行 意志及用功 圣连台灯菩萨没有问题 可是他不该执剑太身 一直诽谤他教 他宗 因而 在地府听经所谓诸善魂 讲解他所犯我执边界之过夜 原来如此 不过他到底是正菩萨 还是地府罪魂 弟子等下见了 是怎么见理称呼 贤生自己问是无执菩萨 当前即是 是 那还用问 既称菩萨还要见理 那笃定正菩萨果位了 只见面前正助力一位短小精干之初加重 看外表 不但不起眼 而且有点猥琐 极致见到头顶 却已有灵圈显现 弟子参寇菩萨廉价 待夜之身 先行顶礼天上圣母圣驾 永彼大德 亦无虚多礼 老那有罪担不起 菩萨客气 永彼亦担不起 菩萨经口称大德 无等救免了这些俗礼 著书要紧 那么请一遇小坐 隐师生进入听经所静世奉茶 沿途只见听经所四周五止境 而在此中 只见蜿蜒回廊 一片祥和宁静中 隐约今生传来 终备合运 不向地府 反似天堂 菩萨啊 弟子有一静请开示 妈祖恩师称您菩萨 且定错不了 但是您为何自称待夜之身 向妈祖建礼 弟子认知菩萨果位 一定不下于天妃果位 至少可以平行 怎会建礼呢 贤生太过抬举 老那倒是略有修行 但绝不敢上比 天上圣母之功果 您还未开示 为何自称待夜 有待夜菩萨吗 那是我佛慈悲 上天见那 可怜老那一生向佛 清灯被夜医治不退修行 不论在经教法教 都有所得 可惜身教 言教为族为人师 乃在平建功果中 著有派下明府听经所 为众善灵说法破旨 直至圆满连台生坐之时 才准坐连台生天 弟子明白您是修行有成 只是在修正过程中 有干犯天律 佛律之处 打下轮回罪罚太重 但正果却又有不足 所以代夜罪来此 就是如此 吴生前在凤林山区有座道场 不敢说逃离满天下 但也有不少弟子跟随修行 吴一生经于佛律 尤其三分律 甚深进入 不敢称佛律师 但至少可以凭借佛法三分律 因而远近闻名 僧族来头上称不少 吴也尽心尽力传言法 道场不下宝刹丛林 只是可惜老那不该逞义气 因为 建有许多宗脉或道场 窜解窃占佛经 并脱胎为自己之教义 因此时常出书 大家踏乏 原本自以为是 还津津乐道于自己 互为佛法 功不可没 熟料归空日 满心以为上升西方面佛 哪知我佛训斥 不该无名造业 各家宗迈自有其劝化之指 因此佛御 接受明府审断 插幸上天慈悲 老那一生我执边见过重 修行却已具足 乃特自准连台播种于联邦净土 待其成长 在此期间 下地府未听经所诸众说 此我执边见之害 您真是好胸襟 毫不避讳自己缺失 有您这一番开示 不知道可以救了多少我执边见甚深知修道子 菩萨一番开示 立了阳世修子 而平素已尊尊教化名众 果真是菩萨行 立了阴阳 今夜至此 无等也就不再打扰 告辞 弟子扣别菩萨廉价 不敢 待夜之身 恭送圣母大驾 师生离开地府听经所 欲 今夜访游是无职菩萨 弟子珍是验证百丈 淮海禅师之也胡禅 谨慎口夜啊 诸位修行之人 好了已到贵堂 贤生灵神投体 弟子恭送圣驾 各位大德 一贯天道是真的 求道真的很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求道修道 后面有求道的好处 以及我们频道还有制作一部详细详细说求道的好处 包括求道后 上天就会派天界护法神 还有未来的佛国净土等等 请大家一定要去观看 求道后一定要记得求道日期三宝银宝师姓名 小编补充 真的真的 求生弥勒净土不抵触求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净土之志去 而且这边强调若进入弥勒净土内愿则各天净土畅有无碍 加上弥勒净土为了众生而设在地球附近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 弥勒佛尊早已成佛 乃是为了地球众生视线菩萨身而发愿大开龙华大会普度三草 与南海观世音菩萨一样早已成佛 为了救度众生而视线菩萨身 普度众生 因为弥勒净土设在靠近地球 所以比较容易求往生 往生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每日称念于礼拜拿谋弥勒尊佛 并且回向自己求生弥勒净土 行六事法更可往生弥勒内愿 小编在弥勒净土修持的播放清单都有写 影片后面也有往生弥勒净土的好处 无佛愿所有众生皆能求修大道 吃素修行 孝顺父母彼此互助互爱 将人间变成大同世界 佛国净土 也愿大家把握上天恩赐之树立 超拔幽名 广度众生 晚化灾节 见到成道 弃恶向善 回天必先将累世罪业因果偿还 清净之身则可入佛国净土 遥持圣境 故不要放弃修道之路 要坚持到底 小编整理末法书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 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清口后则有两位 入鸾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赤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助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部师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驻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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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